这是山姆《门德斯》指导的007电影《幽灵党》 在这段4分11秒的开场中 邦德先是个女伴在大街上参加亡灵节狂欢 接着共同步入一家酒店的房间 最后独自挂出窗台 执行暗杀任务了 从始至终 邦德的动作和神态都被我们尽收眼底 这得益于他身边的摄像机全程移动流畅 转动平稳 几乎捕捉了所有的细节 想要实现如此稳定的拍摄 把摄像机架在人的肩膀上显然是行不通的 首先 他扛起来很重 幽灵党主要使用阿瑞公司的摄像机 最重的达到了10.5千克 扛着他跑上一天 对摄影师的体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其次他扛起来会抖 我们可以把肩膀上的摄像机简化成一个省力杠杆 由于手部失利时刻处于变化之中 杠杆几乎始终无法平衡 使得摄像机围绕支点上下旋转 更不必说作为支点的肩膀也会实时移动 使得系统更加不稳 这种现象会伴随人的动作幅度一起加大 最终使得画面剧烈抖动 成为废片 因此在今天的片场中 摄像机的移动通常交给机械装置完成 在幽灵党的开场片段中 设置组就使用了摇臂和轨道车两种装置 拍下了位于大街和屋檐上的邦德 它们可以很好地承载沉重的摄像机 并按照预设的轨迹进行精确移动 然而当邦德走入酒店后 摇臂和轨道车就不管用了 B字的室内空间 无法容纳下体积庞大的摇臂 也没有足够的地面铺设轨道 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又能如何保持机器的平稳运动呢 问题的答案 就潜藏在这些穿着背心 躲着小醉布的人身上 他们佩戴的这套系统 叫做斯坦尼康 有了它 相机几乎可以在任何场景下 都能获得稳定的画面 让观众得以走进一个又一个的食物 这是邓陆一位斯坦尼康摄影师 他的代表作有 地球最后的夜晚 后来的我们和大象洗地而坐 我们来讲讲看它的组成部分吧 它分哪些部分 它口中的杆子就是斯坦尼康的稳定器 它包含了若干可拆卸的结构 从上到下分别是云台 万象节 显示器支架 电池支架 中间则是一根伸缩杆 和裸机相比 稳定器让摄影师摸到了过去藏在机身里的重心 一旦摄影师直接对重心实力 系统就只会在力的方向上做线性运动 而不会在力矩的作用下发生旋转 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晃动 摄影师的失利点就是连接着万象节的手柄 这是一种你自己在家也能制作的神奇装置 它由三个长屏架组成 每个长屏架均安装在其他长屏架的正胶输转轴线上 无论摄像师如何摇晃把手 最内侧长屏架上的物体都不会受到力矩的作用 从而隔离了手部的扰动 传统摄像机的机身与电池装载在一起 较轻的重量 重心和转轴间较短的距离 使得转动关量较小 而斯坦尼康的稳定器则将电池 显示器与机身 分开装载 使得各部分到转轴的距离变长 增加了系统的转动关量 转动关量越大 意味着它需要受到更大的力矩 才能进行旋转 然而 虽然重量的增加可以防止旋转 部分解决了摄像机的抖动问题 但移动如此沉重的系统 却仍是摄影师的难题 这时候 你就需要用到斯坦尼康的减震臂 它一端连接稳定器 另一端则连接负载背心 使得摄影师不再需要实时举着机器 而是利用腿部并服以一定的腹 背 肌群力量 减震臂的灵感来自于折叠式台灯 它包含了两组有脚链连接的平行四边形结构 用以模拟人的上臂 前臂和手肘 平行四边形的长边和对角线上 则安装了高强度的弹簧和滑轮组 为了更好地理解减震臂的力学原理 我们不妨将它简化为一个金属平行四边形 左侧两个顶点被固定在墙上 右下方则悬挂着重物 重力为FZ 重物和左侧短边之间有一条理想弹簧相连 底边和水平方向的夹角为FY 金属条AB 弹簧C中存在力FA FB FC 无论平行四边形如何变形 FY的角度如何变化 弹簧如何伸长 系统中垂直方向上唯一的拉力FB 都始终与FZ相等 也就是说 不管摄影师如何跑跳 产真的动能都不会随着减震臂 传递给稳定器和相机 这种属性被称为等弹性 摄影师可以通过拨动减震臂中的旋钮 以调节等弹性 让它可以支撑起不同重量的机器 当然 减震臂也不是万能的 如果运动过于剧烈 它也可能让数十万的器材瞬间报废 调节完背心和减震臂后 摄影师就可以开始将斯坦尼康穿在身上了 稳定器和相机可以悬浮在空中 方便摄影师通过万象节进行构图 同时获得稳定的画面 在剧组的合作下 摄影师就可以用斯坦尼康拍摄出惊人的画面 在斯坦尼康问世的两年后 发明人加勒特布朗带着他参与了洛奇的拍摄 在这个经典的跑步场景中 摄影师随着洛奇一步步跑上台阶 并在最终绕到他的身后 以一个360度的环绕镜头 展现洛奇眼前的景象 想用斯坦尼康拍出这样的画面 摄影师需要练习专门的步伐 除了时刻保持碎步 两脚不同时着地以外 还有进阶的堂皇步伐 摄影师背对镜头运镜 然后在保持镜头方向的情况下 绕着镜头转圈 最终同向前进 他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好的舞伴 但如果你一开始 你可能刚练了一个礼拜 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在跟你打架的 就是有时候你如果不熟练的人 然后我硬要把他往一个地方推 然后他可能就不会走 对就跟你反过来 然而一旦你练成了 就可以拍出非常厉害的长镜头 邓陆向我推荐了他很喜欢的一部电影 急到车尘 在这部电影的开头 导演就通过一个三分钟的长镜头 完整地交代了主角所处的时空 并通过诸多细节 展露了人物个性 这个是把你催眠了 把你从中的催眠到了故事里面 让你根本没有注意到 这镜头没切过 非常好的场景 当然在今天 斯坦尼康并不是稳定器的唯一选择 无刷电机 微机电系统 陀螺仪等技术的进步 让普通人花上数千元的价格 也能拍出稳定 流畅的画面 但对于专业的电影工作者而言 斯坦尼康的名字是无法取代的 它象征了一种 几乎不会故障的机械结构 超强的沉重能力 数十种创新的叙事角度 以及几百几千部 由此诞生的经典电影 如果把电影比作视觉的片数 那么正如小李子所说的 斯坦尼康和摄影师变的魔术 真是好看的不合法 我是金文宜 本期节目我们尝试了用简单的物理模型 来诠释斯坦尼康的原理 并请到了专业的摄影师 来还原他的工作流程 如果你觉得有意思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并在后台回复斯坦尼康 即可获得专利文件 我们下期见